第二次世界大战 澳洲战事胜利75周年 多个国家因应疫情 都缩减纪念活动的规模 出席者要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不少人都没有戴到口罩 由李俊丽报道 在英国早前由新型肺炎 好回来的王柱查理斯 在夫人卡米拉陪同底下 到苏格兰的二战纪念碑献花 又带领国民为在二战期间 阵亡的士兵默哀两分钟 首相若翰逊也在首相府里一起默哀 他呼吁国民谈记阵亡士兵的牺牲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在75年前爸爸英王乔治六世 发表胜利演说的一刻 发表娱乐讲话 英国王家空军 红战特技飞行队就列队飞越伦敦上空 向阵亡的士兵置疑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由国员陪同底下 到巴黎的海船门献花 各人都保持社交距离 但就没有戴口罩 马克龙之后去到无名烈事务 燃点火焰 又在明察上签名 签名完就消毒双手 而在德国的柏林战争纪念馆 总统斯泰恩·麦尔和总理默克尔等人 出席纪念仪式时也保持距离 斯泰恩·麦尔呼吁民众 以身为欧洲人的心态去看待疫情 强调疫情期间和之后 欧洲都要保持团结 而在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陪同底下 到华盛顿的国家宜战纪念碑献花 又和在场的退役老兵交谈 有线电视记者李俊良报道 欧盟承认容许中国外交部审查 在中国日报刊登的文章 生酒提及新型冠状病毒源自中国的内容 欧盟驻华大使和欧盟各成员国的驻华大使 日前在中国日报刊出纪念 中欧建交45周年的文章 在中方要求之下 没有提及疫情由中国爆发 欧盟说驻华代表团曾经向中方表达反对 但为了令到文章及事件报 于是容许中方调查 事前未有咨询欧盟总部和任何成员国的意见 事前未有征询欧盟总部和任何成员国的意见 认为有关做法错误 欧盟驻华代表团就对文章经编辑之后看出 表示强烈遗憾